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講的是這個 運動前的一些小知識 就是說很多人會忽略這兩個環節 就是暖身以及這個運動後的拉筋 教練到底這兩個有多重要 很重要 多重要 因為運動前你身體還沒有熱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去做重量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你在運動前的話 要先做一些暖身 然後提高你身體的溫度 那你在做訓練的時候比較不會受傷 那會不會有人暖身的時候就受傷了 不會 因為暖身會比較沒有那麼難的動作 而且不會拿重量暖身 那暖身要怎麼樣暖 喝酒暖身 第一個我們會先做開合跳 手從前面往外開的時候腳往外跳 這樣把你的胸口這樣打開 再合起來 好 開合跳20下 然後第二個動作我們會做一些腿部的伸展 腳前後站 右腳在前的時候把兩隻手放在左側 大概如果你比較沒有在運動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緊繃 那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 你用屁股整個往下壓 你可能可以屁股先高一點 不會下不去的話 那如果可以的人就把屁股往下壓 所以現在感覺到應該是 左腳大腿前側 跟前側都很痠 右腳在前面的時候用右手 把手手往地板壓靠近 啊 斷了 然後呢 往上的時候 鼓氣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看一下你上面的手 好 重複這個動作 一邊補刺 第三個我們做一個叫重爬 手往前去找地板 然後膝蓋圍彎就好 所以你不要全部蹲下去 這樣這時候你會感覺到 大腿後側有點伸展 如果你比較緊繃的話 你可以蹲多一點的關係 然後手扶著地板 好 往前爬 手往前走 走到你的手在肩膀的正下方 然後稍微停留一下 褲子用力摳著 再往回屁股往上 很緊耶 所以都是一樣 膝蓋都是微彎就好 不要蹲下去太多 一樣做個五次 最後一個我們會做一些 拉高你的心肺的動作 就是做抬膝跑 抬膝跑的話 我們把手放在股膚的位置 因為你大概知道 你膝蓋拉高的時候 大腿抬起來 可以碰到你的手 然後就用跑的方式 那你是這樣嗎 要做20秒 然後一樣都是嘴巴吐細 因為如果你沒有吐細的話 你就可能會做完之後 就很喘 或者是覺得頭暈不舒服 那接下來中間的整個 整段跳過之後 就變成拉筋囉 因為運動完 拉筋有多重要 你講久一點 拉筋的話就是 你在運動重訓 或者是有氧的過程 你的肌肉就是一直在收縮跟伸展 重複這些動作之後 它會變成有一點點緊繃 所以我們運動後之後 做一些伸展可以讓它不要這麼緊 所以隔天的話 也會相對沒有那麼痠痛 但是有些人乳酸堆積 它是延遲性的 沒有 乳酸堆積跟延遲性酸痛 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你運動當下 你覺得很痠 就是可能做到第20下 你覺得很痠 那個痠是乳酸堆積 但如果你隔天或是隔兩天 覺得痠痛的時候 你就是延遲性酸痛 因為你的肌肉已經有點拉傷 它有點小小的發炎 但這個發炎就會讓它修補完之後 肌肉就會成長 長肌肉 增肌 所以我們現在假使我們已經運動完了 要拉筋 有什麼幾個拉筋的動作嗎 通常拉筋我們都會針對 當天訓練的部位 那假使我們今天訓練 臀腿的話 我們就會做這個歌式 就是把你的小腿平放在地上 可以的話就盡量讓它是水平的 這個我真的壓不下去 如果真的沒辦法 就稍微收進來一點點 但已經壓下去了 對啊 但是就只能這樣 所以現在感覺到 這邊 對 臀 腿後 對 如果不能的話 你可以這樣先手這樣撐著 其實對於沒有在運動的人 就是沒有在種植這些 平常你可以做一些伸展 就是讓你的肌肉稍微活動一下 多一點就把身體往上 如果肌肉太緊繃也是不好 對 因為你會很容易覺得打卡 伸展的話 我們會做30秒到1分鐘 就停留在一個姿勢 好 然後再換邊 這補盆是不是不能歪 對 有些人做的時候補盆就會歪在左邊這樣 而且把它轉正 然後過程就吐氣 然後稍微換 如果今天做一些上半身或是背啊 胸這些 我今天真的要背 這樣握著 然後腳踩著地板 屁股往後推 手保持延伸 你就會拉到後面這一塊 對 膝蓋圍彎 膝蓋不要延伸 然後如果你想要再多一點 側邊的伸展 你就把身體側一邊 有 繼續 一樣我們就停留 30秒到1分鐘 換邊 下一個是前側 剛剛是後側 嗯 前側伸展的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柱子 你現在只要有牆 其實或是門邊啊 門邊也可以 對 然後我們伸展之後 手肘的高度跟你的肩膀一樣高 反方向 所以你右手就要往左邊轉 對 對對對 所以手肘要靠著 靠著前方 好 一開始不要太大力 就慢慢的 往那邊轉 一邊看向左邊 所以應該想要這邊 胸手這邊伸展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很常會滑手機啊 用電腦啊 所以你的前側都會比較緊繃 因為你的 姿勢都會一直維持在這樣 所以 沒事的時候 我要拉一下 不行耶 不行是不是 那我們就在那邊停久一點 那在公車上等公車的時候可以 可以 就如果會到痛就不好 所以就是 停留在你可以持續 維持 以上就是要告訴你們就是說 暖身跟 拉筋有多重要 男生如果沒暖好的話 你可能運動中間很容易受傷 對 他一受傷你可能就要休息 像我當時受傷就要休息一個月 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運動完要拉筋 我覺得是不是也跟很多女生 沒有好好拉筋 雖然有時候運動完的這個 結尾球啊 或是他的行動 然後就會很 肌肉很緊繃 有時候沒放鬆 像我就是很不乖 就不愛放鬆那種 但你下次來練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 你這邊好快就緊 然後你就開始練到別的 別塊就會帶長 對 對啊 所以這就是以上的重要性囉 謝謝Nancy老師 雖然今天都沒有做 哈哈